眼下中国女排结束了奥运会的征程之后 已经原地解散 不管是朱婷还是其他的主力球员 都开始新的征程 首先朱婷接下来将会回归一甲联赛 为豪门球队出战新赛季的比赛 到12月份还有可能回到杭州 来征战士巨杯的比赛 另外一方面 中国女排的队长袁新月 则是选择加盟了土超俱乐部的 豪门球队瓦基福银行 这也是朱婷的前东奖 而就在最近 在这两位中国女排的王牌主力 接连宣布加盟豪门球队之后 中国女排又传来了一个非常惊喜的消息 我们又有一位球星宣布加盟豪门球队 开启刘洋生涯 这位球星就是中国女排的王牌主攻手王云露 据媒体报道 最近王云露确定将会加盟 俄超联赛的豪门球队 兑现之前自己许下的刘洋承诺 在今年的巴黎奥运会上 王云露并没有得到出战机会 留下了不少遗憾 很多球迷也为他打抱不平 因为在这个奥运会周期 王云露比丁霞这些老队员付出了更多的努力 个人能力也非常的出众 最终却很可惜 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奥运梦想 很多球迷都认为 主教练实在是辜负了王云露 不过对于这个问题 王云露却显得非常的乐观 而且从来没有抱怨 还非常的开朗 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动态 如今随着奥运会结束后 王云露也终于传来了一个很好的喜讯 这一次能够在国外开启自己的流洋生涯 对于王云露来说 其实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重大的帮助 虽然从年龄上来看 王云露已经算是一名老队员 但如果说 接下来能够借助国外联赛提升自己的水平 后续完全有机会再度加入中国女排国家队 因为一方面主教练蔡斌是王云露的恩师 另外一方面 中国女排也很需要王云露这些老队员 来带一下年轻队员完成接班 所以我们也期待 王云露能够通过这一次的联赛 证明自己的实力 当然我觉得这一次 不管是袁新月还是王云露 他们能够选择勇敢走出去 到国外联赛刘阳 其实这里面真的要感谢中国女排一姐朱婷 如果没有朱婷勇敢走出去 提升了自己的水平 我相信很多国内队员 可能都会对到外面去刘阳非常忐忑 而如今经过了朱婷这几年的成长验证之后 相信很多中国女排的年轻队员 都会受到鼓励和激励 告诉他们到国外联赛去闯一闯 其实也是一件好事 我们也期待在这三位女排主力 外出刘阳之后 包括李盈盈 王云云这一些年轻的队员 也同样能够争取得到刘阳的机会 去见识一下不同联赛的高级水平 同时也可以取长补短 将来以更好的状态来回归中国女排 为国家队争夺荣誉